大韩商工会所于本月13日 邀请阿曼政府代表团 在小宫洞乐天酒店 举办了韩国阿曼投资论坛 阿曼国民经济部副部长 Abdu-Malik Ohinai表示 目前去立了阿曼2020国家经济前景 正在推行产业结构多变化等政策 同时他还表示 为了阿曼的产业发展 希望韩国企业能够积极参与 接下来大韩商工会所李东根副会长强调 韩国主要企业正积极参与火力发电站 天然气压缩成套设备等 阿曼的各种产业技术设施和大规模开发项目 此外他还表示 要充分利用韩国的技术实力和阿曼的资源 等两国的优势谋求可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